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我们都可能一事无成 白白蹉跎了一年 但是活着就是胜利 每天尽量保持好心情 不是每个人都能熬到平安夜这一天 对于平安夜 我没有什么好印象 十年前的平安夜的前夜 我的一个同行和好朋友 一家门库网站的体育编辑就因为未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间过得真快 在八宝山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 大家吃生痛哭的景象依然粒粒在目 更是难忘回城的地铁里 那近乎四季的沉默 没有什么以死亡更能教育我们 珍惜当下的一切美好事物 这世界永远都不缺告别 就在前两天 我的钱东家心惊爆 也有一位编辑因为结肠癌去世 据说是怀孕39周月姐的时候发现的 把孩子偷出来才一个月 母子就阴阳两额了 这狗孩子在漫长的人生中 会一直想念那从未有过印象的母亲 世间凄惨莫过于此吧 每一个悲剧 不应该仅仅是悲剧 而是应该引起其他人惊醒的案例 比如我的那个朋友Q 他的胃癌并非不能治疗 而是因为他相信了中医 以为这不过是小小不然的胃病 只要喝中药调理一下就好 结果越拖越严重 最严重的时候 工作需要再维护顶一只圆珠一台舒服点 他能患上胃癌 是有深层原因的 因为自己比较胖 而女孩子都暧昧 又赶上工作特别累 所以他平时本来就乱结识 又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 这直接导致了胃病的发生 又加上不去正规医生那里看病 自然就发生了悲剧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不爱锻炼 惧怕跑步和健身房 总觉得肥肉可以通过饥饿疗法来消耗 这才是他走上不归路的根本问题所在 当然如果他能够定期体检 那么可能这个悲剧也会被恶杀掉 鬼知道他多久做一次体检呢 或者做的是什么体检呢 这个问题 在那位去世的母亲身上 同样是存在的 我不认识这位编辑 不清楚他平时是否喜欢锻炼身体 但我敢肯定的是 在体检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纰漏 不是他自己疏忽了 就是医院犯错了 怎么能让癌症在已经晚期的时候才发现 要知道孕妇从怀孕起就一直是有体检的 如果体检早点发现 这起危剧也可以避免 这两条先活的生命的黯然离开 告诉我们两条人生铁律 你要享活的健康快乐 锻炼体检 缺移不可 在体育锻炼这方面 我一直在做 从初中到大学 从大学毕业到今天 这是我始终没有放弃的事情 因为我是以胖体型 更不能缺少锻炼 必须时时刻刻要懂得迈开腿管住嘴 否则就会胖的爹妈都不认识了 十几年前 我迷上了达网球 后来是高二夫 直到现在是跑步 后来我发现 网球和高二夫究其根本还是技巧运动 对体质的消耗效率一般 只有跑步这种梦要适合于我 在2013年下秋交会之际 我用两个月跑掉了将近20斤肥肉 整个人重新焕发了新生 后来2015年末持续不断的雾来笼罩北京 我又不爱去健身房 被我驱散的脂肪膜重新缠上了我 从此开始了另一段斗争的旅程 在赌过了德国且过的2016年后 2017年我开始跑马拉松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击败这个老对手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跑了上海蒸蒸日上 F1赛道赢新跑 扬州半城马拉松 东营马拉松 大连马拉松 同州半城马拉松 六盘水马拉松 哈尔滨马拉松 北京马拉松 别克十公里城市连赛 南京马拉松和上海马拉松 在去上海之前 我花了1600多块钱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想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状态如何 医生拿着体检报告说 一切都很好 唯独有一项超标 那就是你的体重 这位医生很专业 他说如果你只是做有氧运动 那么当你的心率适应了运动强度 你这种断铃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这个问题我早就意识到了 我发现今年我跑了那么多比赛 但简直效率远远不如2013年那次密集跑步后的小罗豪 说白了身体早就适应了这种强度 自然在消耗脂肪上不会出功出力 在全国家田径对体能教练的建议下 我最终还是决定走进健身房 通过有氧无氧运动结合的方式简直 我还有一个变心 那就是成为一个脊柔男 很多人不明白 简科非要搞这么复杂 他们连有氧和无氧运动都分不清楚 说得浅浅一些 慢跑这样对心率挑战不够大的运动 属于有氧运动 100米冲刺跑和各种巨压 领我推的力量训练 属于无氧运动 有氧运动的优势在于锻炼心肺功能 无氧运动的优势在于简直增肌和素体型 肌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重要 关系到你的生命活力 我们之所以在20来岁时生龙活虎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肌肉含量处于峰值 人只要已过30岁 肌肉就会不断流失 这一点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一个人当她的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 骨骼就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就会出现驼背弯腰 以及容易骨折等情况 你看一些老人家 他们之所以颤颤巍巍 是因为身体里的肌肉含量已经很少 所以他们是最脆弱的人群 人只要过了30岁 就要进行系统的有氧无氧训练 一方面让自己的心肺功能保持强劲 不至于到了岁数就气喘吁吁 更不容易得哮喘等呼吸道疾病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肌肉含量 保证身体的新陈代谢率 不但可以有效燃烧脂肪 更是保证我们身体强度的守护神 我老跟朋友说 系统的身体锻炼就跟存钱一样 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 只会挥霍和糟的身体 那么到了老年 很多疾病都会找上门 有人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锻炼 其实这都是借口 一个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 就算中午在办公室吃和饭 他都能抽点时间做一百个俯卧撑 来一组挖掉 人终究还是喜欢舒适感 不愿意让自己处于痛苦和挑战中 但他们不明白今日之磨难 是为将来的身体理财呢 你看很多老人差别也很大 有的锻炼的 有的不锻炼的 你会看到同样是冒别老人 同一个年龄段差别都很大 有的只能躺在病床上哼哼 有的则在公园里锻炼起来生龙活虎 跟吃了兴奋剂的奥运冠军一样 人生真正决胜是在六十岁以后 而不是二十来岁比谁能熬夜 谁能加班 人终究要学会评估自己 在现如今的创业潮 好像能吃苦能挑战自己极限的 都是大家特别敬佩的超人 殊不知这些人中 很多人早就彻夜失眠 或者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 他们真的是用命在换钱 换将来住院的救命钱 我们的人生 真的需要这样吗 或者说这是我们要的人生吗 人生不能不努力 但不能傻努力 不知道深浅的瞎折腾 人生的意义在于平衡 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就在不同的维度平衡自己就好 只可惜很多人根本就不懂 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没照顾好 这方面最惨痛的例子之一 就是充于医生的创始人张瑞因心耿促死 这不仅是对创业者的巨大嘲讽 更是医疗行业的巨大荒谬 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 连金字塔尖的弄潮 而都不懂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以这样残酷的方式离世 不得不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所以赶紧行动起来 用你的汗水把身体浇注成 永远无法攻破的万里长城 你不但要自己行动起来 还要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 尤其要让孩子从小有体育锻炼的习惯 一个好习惯可以受用终身 当然除了体育锻炼外 体检也超级重要 它可以在数据上为你提供参考 或者果断拉奖警报 同锻炼一个道理 一个人过了三十岁 每年都要做一次细致的体检 如果你过了四十岁 那就要做更为细致的体检 每多十岁就要加一个码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从1991年到2011年的20年间 美国人的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2% 有超过150万人免于死亡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美国政府大力推行医疗体检 很多大病癌症都在早期得到发现和治疗 这是中老年人体检的核心意所在 请把这篇文章转给你父母和兄弟姐妹 你所有的亲人和朋友 如果你爱他们 就要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 从现在开始就要从随时可能到来的人生风险做斗争 做一个行动上的巨人吧 无论怎么样 只要你去做一件事情 它就一定有意义 这种行动所建出来的果实 会让你受益终身 而我们所有的行动 第一件事就是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这是你所有雄心壮志的载体 革命的真正本钱 第二件事情则是定期体检 全家人都要去 如果你不想死 或者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那就把一份体检套餐作为送给他们的新年礼物吧 如果连自己和亲人的身体都照顾不好 这样的人生也太失败了 日本作家村长春树说 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 不管里面供奉着的是什么 都要好好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 爱你们 我的朋友 平安也快乐 声明 所有文章都是本公讨原创 如需转载引用 必须在后台申请授权